今天教學影像辨識應用 手勢辨識專案 手勢辨識技術 讓我們不再需要鍵盤或滑鼠 只用手就能操縱各種設備 MediaPi是Google開源的一個跨平台框架 它的主要用途是即時的視覺與機器學習處理 特別適合用在影像辨識、手勢追蹤、人臉偵測等任務上 簡單來說 它幫你把複雜的影像處理任務包裝成好用的模組 不用自己衝頭寫演算法 接下來我們將看看如何使用MediaPi 來實現高效的手勢辨識 並探索它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 在上支影片中 我已經教學過如何安裝虛擬環境 如果還有小伙伴沒有安裝好虛擬環境 請先完成這一步驟 然後再來跟我一起學習如何進行手部辨識 在建立虛擬環境時有一點要注意 MediaPi的Python版本只能在3.10以下的Python版本中運行 因此我選擇使用Python 3.9 如果你已經完成了安裝步驟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看這些套件是否安裝成功 我們需要確認三個關鍵套件的安裝情況 MediaPi、Tencent Flow、OpenCV Python 我們可以透過簡單的測試程式碼 來檢查每個套件是否成功安裝 只需要在Python環境中執行以下的測試指令 看看是否沒有錯誤發生 如果順利導入表示安裝成功 那我們馬上來撰寫程式碼 打開BS口 然後建立一個新檔 我把檔名命名為HandPause.py 首先我們匯入兩個函式庫 CV2是OpenCV的模組 主要用來處理影響相關功能 而MediaPi則是我們今天要使用的主要模型套件 能進行如手部偵測、人聯辨識等進鑑功能 接著我們使用CV2.VideoCapture 括號0 來啟動電腦的預設攝影機 其中的0表示第一台攝影機裝置 我們把這個攝影機控制物件指定變數給Capture 之後就可以透過它來控制攝影機的讀取行為 如果你要使用第二台攝影機 只需要把參數0改成1或2即可 接下來我們建立一個fire迴圈 讓程式能持續地從攝影機截取畫面 在迴圈中我們使用cap.read括號 來讀取攝影機畫面 它會回傳兩個字 read代表讀取影像 image就是所揭取到的這一張畫面影像資料 如果read為false也就是讀取失敗 例如攝影機未插入補裝至異常 我們就會印出錯誤訊息並結束回圈 接著透過CV2.InShort顯示這一張畫面 我們將它顯示在一個名為JuelsImage的視窗中 讓使用者可以即時看到攝影機拍攝的影像 最後我們使用CV2.WaitKey 劃幅1 換成英文才觀得起來喔 接下來我們要加入MediaPi提供的手部偵測功能 來讓電腦能辨識我們的手掌 首先我們透過MP-Solution-Hand這個模組 取得MediaPi用來偵測手掌的工具 並將它命名為MP-Hands 這樣後續使用會更方便 接著我們使用WAVE語法 來建立一個手部偵測模型的工作區塊 在這裡我們傳入幾個參數來設定模型的行為 因為WAVE語法的關係 我將下方的程式全部移一格 讓它們全部包含在手掌模型裡面 第一個參數是模型選擇 設定0是較簡單的模型 適合效能有限的裝置 第二個參數是手掌數量 目前先設定1,偵測一隻手就好 第三個參數是手掌判斷的信心度 就是模型判斷這是不是一隻手的信心 範圍是0到1 數字越高表示需要更明確的圖像才會回傳結果 第四個參數是模型在偵測到手後 進行關鍵點最終時的穩定度要求 範圍也是0到1 目前我們先使用這些預設設定值 後面再試情況進行調整 接下來由於我們從攝影機讀取到的影像是BGR格式 而MediaPie模型要的是RGB格式 所以我們要把圖像轉換成RGB 然後把轉換到的結果存到ImageTube這個變數中 再來我們把影像傳給HandProcess這個函數 這會啟動模型來分析畫面中的手掌 並偵測出首部21個關鍵點的坐標資訊 這些資料會被儲存在Resource這個變數裡 最後我們來把這些關鍵點的資料印出來 在Pri裡面打上Resource,Multi,Hand,Landmark 就能印出這些關鍵點的資訊 好了,儲存後就先看看 當畫面中沒有手的時候 印出來的結果會是None 代表模型沒有偵測到手 但是當把手伸進畫面中時 你會看到出現很多柱的XYZ座標 這些就是手掌21個關鍵點在畫面中的位置 X代表橫軸,Y代表縱軸,Z代表深度 我發現剛剛少打上兩行程式碼 現在把它來補齊 當影像結束處理的程式時 這兩行程式碼要負責善後處理 確保系統資源被正確釋放,視窗被關閉 接下來我們要把剛剛偵測到的手部關鍵點畫到畫面上 首先我們引入兩個工具 MediaPi提供的揮圖工具和樣式模組 繪圖工具用來畫上節點跟骨架 樣式模組用來改變顏色跟造型 接著移到下方 這裡打上,如果有偵測到手掌 然後進行繪圖 因為有21個關鍵點資料 所以要用負回圈逐一處理 呼叫MediaPi的繪圖盤是DryLedMarks 它的作用是把手部的關鍵點和骨架畫在畫面上 它總共有5個參數,我們來逐一介紹 第一個參數,Image,也就是要顯示在哪一個畫面上 第二個參數,HandLedMarks 可以在手掌上表示21個節點的位置 這裡可以把顯示坐標的這一行程式刪除 不然會一直跑出坐標喔 OK,我們先來執行看看這一段程式 要記得儲存後再執行喔 可以看到我們的手掌上有出現紅色的關鍵點點了 接著我們要把這些關鍵點連起來 也就是畫出手部骨架的結構 那就直接打上第三個參數 HandConnection 儲存後,執行程式 可以看到有了這個設定 就能自動幫我們畫出漂亮的骨架連線 光是以上的程式碼就可以讓我們做出手部追蹤了 非常簡單對吧 但是紅色的節點跟白色的線太單調了 如果你想要調整點跟骨架的顏色 你可以設定第四個跟第五個參數 第四個參數是調整節點的大小、顏色、透明度 第五個參數是調整線條的顏色、粗細等等 這裡我就直接使用預設的顏色設定 促成後執行程式 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把眉跟手指 都畫上了不同的顏色來做區分 這樣可以在畫面中更好分辨 如果想要自定義節點和線的大小、粗細、顏色 那也是沒問題的 再來我們來調整MediaPi的手部偵測參數 看看有什麼效果 手掌偵測的這個參數 一開始我設定成1 代表程式最多只會偵測一隻手 所以我舉起來兩隻手 畫面中都只會偵測出一隻手掌 接下來我把它改成2,重新執行程式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兩隻手都被成功偵測出來了 這個設定很適合依據你的應用情景來調整 比如說只需要偵測一隻手的場合 就可以固定為1 接下來我們來看手掌信心度參數 它的調整範圍是0到1 就是模型判斷是不是手的信心門檻 我先把它設定成1.0 也就是信心度要百分百才會算是手掌 結果你會發現畫面中 連用著手都無法偵測出來 因為系統太嚴格的關係 無法判定為手掌 接著我把它調整0.1 讓條件變得非常的寬鬆 這時候我拿出一隻積拉棋 結果積拉棋被判定為首了 這說明信心髮值越低 偵測靈敏度就越高 但也會增加誤判的機率 最後我們來看看關鍵點追蹤信心度這個參數 這是模型在最終首部關鍵點時的信心門檻 它的調整範圍也是0到1 不過它設定成1.0 表示模型非常有信心時才會顯示關鍵點 這時候你會發現畫面中即時偵測到了手掌 卻沒有顯示關鍵點 反過來我把它設定成0.1 信心門檻變低了 這時候你會看到積拉棋身上出現的關鍵點 這說明追蹤信心度越低 關鍵點就越容易出現 但也可能造成不穩定或錯誤的追蹤 那要如何調整就要看小夥伴們的需求 自己調整適合參數囉 再來我們要用MediaPi首部追蹤的21個關鍵點 來做出手勢辨識的專案 手勢辨識系統的原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透過觀察每根手指是不是有縮卷來判斷手勢 以中指為例 我們會取中指接近手腕的節點 以及靠近指尖的間點 利用這兩段的方向向量來計算它們之間的夾角 當中指是伸直時 兩個向量會形成銳角 當中指是彎曲時 兩個向量會變成鈍角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知道每個手指是展開還是縮卷 進而辨識出不同的手勢 舉個例子 比站的手勢其實就是大拇指伸直 其他四指縮卷 當我們要判斷一根手指有沒有彎曲 就要計算兩段向量的夾角 這時需要使用夾角公式 我們先寫一個函數叫做Vector2D Angle 接著定義V1跟V2分別代表兩個向量 然後要在程式中打上夾角公式 中間會使用到數學Math模組 先把它引入進來等等做使用 夾角公式的算法是 先計算兩個向量的內積 再除以兩個向量的長度相乘 接著使用反餘旋取出弧度 最後再使用MathDegree轉成角度 其實寫程式數學不用很好 你只要會正確使用公式就好 數學會通通丟給程式去算 那如果計算的時候遇到處於0的狀態 會出錯對吧 這時我們就直接寫一個判斷式 出現這種狀況就把角度設為180度 全部計算完後 回傳角度回去 這樣夾角公式的函式就寫好了 接著我們要寫取得手指骨架向量的函式 要透過手部的21個關鍵點坐標 來判斷每根手指彎曲程度的話 就要取得手指的向量來計算彎曲角度 這裡函式名稱 我取名為Hand Angle 先寫一個AngleLess的列表 等等要把每根手指計算的角度 放進去列表裡 接著要計算每根手指的向量 再放進去夾角公式裡做計算 像大拇指我們就會先抓一段 從手腕到大拇指根部的向量 也就是第0個點的XY坐標 跟第2個點的XY坐標相減 再抓一段 從大拇指終結到指尖的向量 也就是第3個點的XY坐標 跟第4個點的XY坐標相減 就能得到兩段向量 把這兩個向量丟進夾角公式的函式裡 就可以計算出它的夾角是多少 其他的手指也是一樣的邏輯 像是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 我們也都是各取兩個關鍵點 組成的向量來計算夾角 這樣算出來的角度 就能代表每根手指目前的彎曲程度 最後我們會把五根手指的角度 放進列表儲存起來 函式的最後再把這個列表回傳回去 接下來我們要根據每根手指彎曲的角度 來判斷使用者目前比出的手勢 首先我們先定一個判斷標準 如果某根手指的角度小於50度 我們就視該手指是伸直的 如果角度大於等於50度 則視該手指是彎曲的 有了這個判斷標準之後 我們就能依照每根手指的角度組合 來設計對應的手勢判斷條件 這些邏輯判斷都寫在hand pose的這個函式裡面 它會接受finger angle的列表 這個列表裡面包含了五根手指的彎曲角度 f1代表大拇指 f2代表獅子 f3代表中指 f4代表無名指 f5代表小拇指 由於來說 如何判斷佔的這個手指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good 這個手指的特徵是 只有大拇指伸直 其他四根手指的彎曲 因此我們的判斷式可以這樣寫 if f1小於50 and f2大於50 and f3大於50 and f4大於50 and f5大於50 return good 同樣的邏輯可以延伸到其他手勢 如果只有中指伸直 可能是none 如果大拇指、食指、小指伸直 那可能就是rock 如果所有的手指都彎曲 就代表是數字0 如果全部都伸直 代表數字5 其他手指也都可以照這個方法定義 只要把各個手勢對應的角度 組合寫機判斷式中 我們就能精準地判斷使用者目前的手勢 那我們節省時間 將其他手勢的程式碼直接複製過來 最後這個函式會根據比對結果回傳對應的手勢名稱 為了看順眼一點 我把開啟攝影機的程式碼移過來 在辨識出手勢之後 我們希望能將手勢名稱直接標示在畫面上 讓使用者或開發者 能夠即時看到系統判斷出的結果 FoundFace是設定字型樣式 LightType可以讓文字邊緣更平滑 不具齒 更容易閱讀 好了 我們移到下面來 為了要確定畫面的坐標 我們要設定畫面的尺寸 這裡我們設定畫面為寬800高600 接下來我們回到偵測手掌資料程式的部分 為了計算手指角度和辨識手勢 我們要把手掌上的21個關鍵節點的位置資訊儲存起來 我們建立三個列表 FingerPoint用來儲存每一個節點的XY實際坐標 並且建立Fx和Fy 同樣是節點的XY坐標 但是是要給馬賽克用的 我們中間還要加一個for回圈 是要用來把每一個節點的坐標給抓出來 這裡有一個重點要注意 MediaPy回傳的每一個節點坐標 其實都是規劃後的值 也就是介於0到1之間的伏點數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些數值乘上影像的實際寬度 W和高度H 這樣才會得到對應在影像上的真正坐標 接著再把這些節點加入到FingPoint和FxFy的列表中 當我們把所有節點的實際坐標都處理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將FingerPoint的資料丟進我們剛剛寫的HandAngle函式中 來進行手指角度的計算 接著我們把這些角度丟進HandPause函式裡 就可以根據每根手指是針直還是彎曲 來判斷現在顯示的手勢是什麼 最後我們使用CB2PodTags把這個手勢名稱顯示在畫面上 CB2PodTags有8個參數 分別是畫面、字的內容、位置、字型、大小、顏色、粗細、樣式 那我們就依序打上去 因為我不想要畫面太雜亂 所以我將節點跟骨架顯示的程式統統註解掉 儲存後按下執行 我們現在可以在即時畫面中看到 現在目前的手勢看起來判斷都算蠻準確的 我可以比出不同的手勢 系統可以立刻辨識出來 它就會馬上更新 像這個Rock一看就知道是個搖滾人 竟然可以辨識出中指 這次太不禮貌了 所以我們要把中指加上馬賽克 加上馬賽克的方法就是把這塊區域拔下來 然後模糊畫填回去而已 就這麼簡單 首先我們透過回傳的文字等於no的時候 來判斷目前辨識到的手勢是中指 接著我們要計算中指在畫面上的範圍 也就是找出所有節點的最大和最小坐標 我們使用fx和fy儲存的坐標位置 套上max和mini 可以幫我們找出最外圍的點 而減10是我們手動加上的一個向外擴張的範圍 讓馬賽克的區域稍微大一點 避免拆遷的太緊 然後是邊界檢查 避免馬賽克的區域超出了畫面邊緣 這裡的w和h是畫面的寬度和高度 這段是為了確保我們截取的馬賽克區域 不會超出影像範圍 不然可能會出錯或截到畫面外的資料 最後是計算這個區域的寬度和高度 這塊區域的面積就直接取名為馬賽克 中指的區域計算好之後 我們正式來做馬賽克的動作 根據剛剛計算的區域範圍 從原始影像的image中截取出馬賽克區塊 把這塊影像縮成8x8像素的小圖 這會讓影像變得模糊 看不清楚細節 這行是再把模糊的影像放回來原本的大小 但要對這塊影像使用最近0x指法 所以會產生明顯的像素格子狀效果 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馬賽克 最後一步 將這塊模糊的影像貼回去原來的位置 這樣整個處理流程就完成了 因為在筆中指時只會出現馬賽克 並不會出現文字 所以這邊要打上else 儲存後按下執行 可以看到當畫面上出現中指時 中指已經被馬賽克擋住了 這個障礙已經是非常有禮貌的專案了 今天的手勢辨識教學到這裡為止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不僅可以及時辨識手勢 還能在畫面上針對特定的手勢做額外處理 這在隱私保護、電玩遊戲 或者是有趣互動設計上都非常實用 如果這次教學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請示範資訊